哪有off-wide? 哪有off-wide? 在这里off-wide? 看到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铃 最近球鞋圈里的热门球鞋 非Virgil Abloh Nike The 10系列鞋款莫属 也是潮流时尚品牌Nike跟off-wide的联名 其实在这之前我有在IG上看到过一些曝光照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吧 或者是不是一些设计师是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DIY鞋子 或者是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发售鞋款 那会不会很贵啊? 要不要三四百美金一双? 但是拿到手一看这样的制作 嗯? Main in China Main in China 下面不知道是哪国语言 是不是西班牙语 这个跟它在哪里设计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在于它的定位 off-wide是将它的设计灵感设计在了Nike的鞋款身上 比如这样的英文说明文 还有就是侧面的这个Air 再加上它旁边多了这个ZipTie 怎么说呢? 是扎带还是松紧带 就是平常我们要去绑一些东西 要绑紧它的时候呢 会用上这个东西 这样的设计理念 很多人现在都去根据这样的灵感去制作一些DIY 说实话我要穿上的时候 要不要把它剪掉 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它鞋子的本身是没变 只是它设计上是有一点改变了 那它们的发售价 还是按照它鞋子本身原来的发售价 就在上一个星期 迈克和Offwrite他们做了一个主题 为Offcaps的一个发布会 是在纽约的华尔街 这个活动好像举行了三天 现场除了能够看到此次联名的系列联名协款外 还可以买到一些和主题相关的周边产品 比如T恤、脸帽衫、帽子、包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还吸引了一些潮流爱好者聚集到那里 好让我们能看看他们的日常穿搭 之后在耐克的官网他们开放了抽签 抽到才有资格购买 通常我们都是只抽一双鞋 这回的联名系列他们一共发售了五双之多 所以我也一连串的抽了五双 结果是除了乔丹衣以外 我抽到了我最喜欢的Presto 排队的用来 排队的用来 排队的要潮流潮流的牌 白 排队的热度 非常好 zijn 排队的热度 这应该是个魔术贴吧 它是绕着一圈的 是有松紧作用吗 我们来看看这回的联名 分别有拿五双球鞋 这五双鞋款里有第一双是 耐克Blazer的一个中磅的鞋款 它的售价是130美金 第二双是Nike Air Vapo Max 它的发售价是250美金 第三双是Air Jordan 1 它的售价是190美金 这双也是最酷的 然后也是最难抢的 第四双是Nike Air Max 90 它的售价是160美金 第五双就是我抽到的这双 Nike Air Presto 它的售价是160美金 就是我面前的这双 Presto 我还没有好好仔细的看一下它 它这里有个魔术贴 然后侧边有一片橙色的这一个塑胶 好像是皮革的吗 我也不知道 还有它网状的网眼这种材质 其实我本身还没有买过这个鞋款 所以我不太敢肯定 它这个鞋的本身和这双off-white联名的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就来说它这个联名鞋款所体现的地方在哪 是它的鞋子的两双都是一样的 它的内侧里面上面有一些英文的讯息 那上面的英文讯息写的大概意思就是这双鞋子的名字 以及它的出生日期 还有就是目前耐克的总部是在俄勒冈州的比佛顿市 以及后跟部分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联名所体现出来的地方 就是这个Air 这logo的位置摆放应该是设计过的吧 以及在另一只脚上所体现的这一个中文叫什么 叫扎带吧 就是这种能够扣得比较稳的这一个竖紧带 这些都是完全能体现出off-white的它这种工业式的潮流设计 那它的鞋垫呢 这我把鞋垫拿出来看一下 这鞋垫好像有点黏黏的 鞋垫的话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off-white的箭头标 那它上面看到the10也就是这个系列有十双鞋 那目前呢只发售了五双 还有它的鞋带除了配这个原配的白色鞋带以外 还它还配了一个橙色的还有一个绿色的鞋带 你要是觉得白色不够前卫的话 你可以换成这一个鲜艳的颜色 我自己除了抽到Presto以外 我的朋友他也抽到了这一双是Nike Blazer 这双的话呢侧面的这一个说明工业说明文就会比较清楚一些 这里能看到off-white然后Nike Nike Blazer中邦 那这双鞋呢它的出生日期是1972年 哇原来这双鞋已经经历过了这么长的岁月 我们来看另外一只脚 那它的这个呢也是有一个扎带在这 说实话你要穿的话你会把它剪掉吗 觉得应该会把它保留在这吧 其他方面也是差不多的那也是泛黄的鞋底 好了今天的这一个Nike和off-white的联名鞋款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五双鞋里面有没有哪一双是你喜欢的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双乔伊 第二双是这个Presto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没有车上的朋友也不要泄气 这回它的这个联名系列一共有10双鞋 那接下来它还会再发售 所以希望你也能抢到 好像据说国内也会在11月份发售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由于这回这些系列的鞋款只在纽约发售 所以它们的货量很少 除了乔丹一卖的最贵以外 大概要卖到2000多美金 那其他的鞋款呢大概也是在1000左右 这样的价格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买回来打完所以才174美金 明天Spring发售新品 但是本周的新品我觉得一般般啊 全都是一些fuck you的 所以我只考虑再加强 那明天也祝你好运 喜欢介绍潮流的朋友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明天继续潮流生活 明天见啦 拜拜